因为世人所犯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何解释亏缺神的荣耀呢 荣耀是指神的形象吗 这分明有两个问题 第一 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在定义罪的时候 按他的词意定义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叫做托把 托把 没有重目标 偏离了目标 没有打住目标 这叫罪 也就是说上帝原本规定 我们应该有的位置 我们没有在那个位置 偏 就像犹大书里面说 天使偏离离开了本位 亚当不再意识到 自己作为受造物应该有的位置 应该有的想法 应该有的本分 他在自己应该有的位置和本分 想法 神的话语之外逾越 想偏离的时候 这叫堕落或者叫罪 亏缺神的荣耀 原本人就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 那如果他过着一个感恩的顺从的生活的话 照着他的存在 照着上帝的目的 按着上帝的旨意 当然这个就目的了 他继续活在这种位置和状态当中的时候 他就反映神的荣耀 彰显神的荣耀 这个不是加添了神的荣耀 而是在被造人 有位格的人身上 反映出了 影射出了 表现出了 原本应该有的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分很多 神本体的荣耀 然后上帝透过他被造物里面 所彰显的石头也彰显神的荣耀 但是有人格的人呢 当人完全急急回应顺从神的时候 他也发生一种 在其他非位格的被造物上 反映出神的荣耀 但人有更高的一层的荣耀神的方法 就是主动的 愿意的顺从神 并且照着神该有的敬畏 敬畏他 遵从遵从他 顺服顺服他 侍奉侍奉他的时候 我们就说将神当作神 来侍奉的时候 这叫荣耀神 不是加添神什么 而是照着他原本应该有的 那个去带他 这叫荣耀神 所以荣耀神不是在神之外 加添给什么 是神本身的荣耀反映出来 神本身该受的尊崇和敬拜 顺从归给他 所以不是量上的加尊 不是外在的 是应该有的 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尊重他 应该敬畏他 应该爱他 你们称我为父 但尊敬我的人在哪里 你称我为主 但是敬畏我的人在哪里 被遭物或者选民 照着他应该带神的态度去带他 这就是荣耀神 包括敬拜 祷告 赞美 称颂 顺从 服事 那么亏缺就是 原本应该的 我们没有做到 欠了 缺乏了 不足了 缺少了 像奥古斯丁他定义罪 叫做善的缺失 善的缺失 上帝原本就没有造恶 上帝造的一切都是善的 当这个善照着他的状态 缺失的时候 称之为罪 当然这个定义 它也是有限的 没有充分的反映出 罪本身的邪恶性 但是他强调了 这个善的缺失 亏缺了 缺少了 上帝原本应该有的 顺从 遵从 爱戴 结果我们没有给予他 这是欠缺 亏缺了 神的荣耀 所以犯罪实际上 已经从 应该有的目的 状态 意义 等等 偏离了 堕落了 缺失了 所以亏缺了 神的荣耀 犯罪的人 这个犯罪的行为 他无法反映出 神的荣耀 显现神的荣耀 虽然神在对待 罪人身上 透过审判他们 彰显他的公义的荣耀 但是就这个人 当他违背神 犯罪的时候 他就没有照着 他原应该有的状态 和位置去 将尊荣归给神 他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个是亏缺神的荣耀 欠缺了 在本分上 应该上 缺失了 那这个荣耀 是指神的形象吗 神的荣耀 有很多种形态 神的形象是其一种 上帝将他的行星样式 烙印在人的灵魂里面 烙印在人的身上 人照着上帝所 原初创造的目的状态 去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某种程度 充分地去彰显神的荣耀 反映出神的形象 所以当人堕落之后 这个形象完全不会 不是被磨灭了 而是近乎磨灭 扭曲了 在人身上再也彰显不出 这种狭隘的什么 神的圣洁 神的公义 神的仁慈 神的怜悯等等 反而是更多的 彰显出那种邪恶的 撒旦的 堕落的天使的那种形象 所以人的本质是神的形象 这个不会随着堕落而丧失 但是人因着扭曲 偏离这个神的形象 我们称之为被扭曲 或者是被遮盖 或者是几尽丧失 但是没有完全丧失 所以耶稣基督来了 他借着重生和成圣 更新我们 恢复我们 让这个新人 按照知识 渐渐更新 恢复神的形象 直到基督在临的时候 神让我们的身体得以复活 更新的灵活和身体结合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污染和罪的影响 我们完全活在神的旨意里面 以神为我们最高的满足和喜乐 这个时候神的荣耀 在我们身上得以完全的彰显 神的形象也能够几近百分之百的 可以彰显出来 所以形象这个我们在人论里面 神论里面我们会再谈 分广义的狭义的等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